至少四名槍手,星期六晚間襲擊了阿富汗首都赫布爾的周濟酒店 有報導說其中兩名槍手被擊斃,事件中至少有六個人受傷 有關官員說,阿富汗突擊隊包圍了周濟酒店 目擊者說他們聽到酒店內傳出激烈槍聲 目前還未有人對這次襲擊事件負責 赫布爾周濟酒店過去因為受過襲擊,他周圍的保安嚴密 2011年周濟酒店遭受自殺式襲擊,造成至少20人死亡 塔利班承認那次是他們所進行的